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平台 Power Statio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五个很有则而立的小故事 看完了这段影片之后 保证您就什么都会想通了 在我们分享这五个小故事之前 麻烦您帮我们按下订阅和铃声 谢谢 故事一 有两个人吵了一天 一个人说3乘8等于24 另一个人说3乘8等于21 相争不下高到了县衙 县官听了之后就说 把那个3824的那个人拖出来 打他24大板 然后那个24的那个人就非常不满 就跟县官说明明是他蠢 您为何打我 县官回答 你跟那个321人还能吵了一天 还算你不蠢 不打你打谁 感悟 不要和不讲理的人较劲 因为最后受伤的可能是你 因为你的十张嘴 也说不过人家的一张胡说的嘴 人老了想要快乐 一定要记住 易到烂人不计较 碰到坏事别纠缠 故事二 有个小孩对母亲说 妈妈你今天好漂亮 妈妈回答说 为什么 小孩说 因为妈妈今天没有生气 感悟 原来拥有漂亮很简单 只要不生气就行了 人到老年不生气 就是美丽的智慧 故事三 高真问 你觉得是一粒金子好 还是一堆烂泥好呢 求道我者答 当然是金子啊 高真就笑着说 哈哈 假如你是一颗种子呢 你会觉得金子好 还是烂泥好呢 感悟 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 养老的方式也是如此 故事四 养乎 养乎遇到乌鸦 中的养乌安宁 野外的乌鸦自由 养乌羽羡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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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羡� 不能独立生存 最终饥饿而死 感悟 不要盲目羡慕他人的幸福 也许那并不适合你 老了 不要去叛逼 过好自己的日子 享受自己的生活 才是王道 故事 老师问 有个人 要烧壶开水 生水到一半时 发现才不够 他该怎么办 有的同学 说赶快去找 有的说去借 去买 老师说 那我们为什么 不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呢 从学存入感悟 事事总不能万般如意 有舍才有的 人到老年 经历总会有限 不如 倒掉一些水 只专注自己喜欢的人和事 不是 虽然很短 但是 非常有责力 如来 令人心智 发生神 看完记得 发给 他们记得 发给朋友们 也领会领会 谢谢您的收看 请支持我们的平台 点击订阅 和铃声 如您对我们有任何意见 请在下面留下您的宝贵意见 最后麻烦您 给我们一个赞 再次谢谢您的支持 下次见